大家好 欢迎回到网向编辑部的小星邦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许珊 另外是新西兰二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 今集回来讲讲加拿大救生艇没爆发 没有漏气 船好像越赛越赚那样 虚大了吗? 换成大只 大只了你胆不胆上救生艇 还有我们上不上得起 我们稍后再详细探讨这件事 首先我们要谴责这些人渣敗类 什么事呢? 较早前他们就因为Stream B这方面 就有学历限制 令到年份毕业的人就继续了 好 又说要求放宽 好 现在放宽了 你们去哪里? 真的 应该要去的了 起程了 放宽了 要感恩 因为你们在加拿大遇到滴滴地 申请永居的时候就遇到阻滞 如果现在让你们成功 甚至加拿大那里 让你们的预期再多了一步 放宽到这样 学历限制就取消了 免得这些争拗 你们是不是应该去政府部门 扣头借恩 应该要 没有 不懂得感恩这些贱人 这些在加拿大看清楚 这些人是什么人 你没有礼貌 对吧 怎么也说一句 借主隆恩才是假的 没有啊他们 感谢卡都整张 再不出个post感谢都要 你不是的 吵你就懂得吵 现在给了你 吵完之后不出声了 成功争取了嘛 那不就没事了 这些人的心态是怎样的 你欠我的 救生艇嘛 不准我 你要救我的 为什么是英分的 还要我多谢你 你这些疯狂的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因此我们一看到 很多人都会说 哇 真是很棒 加拿大方 宽到这样 更快 好宽 英国啊 英国啊 英国也要五加一 还不知道行不行 可不可以叫做 抢人才 对啊 抢不抢到呢 这类型 英国那些什么 阿文 驾巴士那些 准水猴 这些人才 准水猴不是漏水猴 而是准水猴 准水猴 准水猴 还有 Fiona这些 这么高质素的香港人 我觉得加拿大 一定要抢他们过来 对不对 现在 其实救生艇 都开了一段时间 老实说 以前你说 是不是这么难 那个叫做 学历的要求 还是这样 其实很多香港人 都会有的 其实那种 也是专门 给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 年轻人 过去的 但是其实 似乎他们 又不是很领程 这个叫做 不想去 很多人不去 为什么呢 就是申请永居 理论上 真的比英国快 我们先不要看 学历限制 你学历去到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要过去呢 去到什么做呢 我们看到 其实 未放宽学历之前 都不是这么远去 现在放宽了的话 那会不会 叫做多了人去呢 如果多了人去的话 较早前 其实你都说了一些 加拿大生活的问题 这样的话 会再放大的 也是的 也是的 就是把生活问题 再加剧 可能会 记住 是你们低执的 这类的香港人 问题就会大些 那何解呢 他们去到 目标 大部分 如果学历都放宽 的话 就是原则上 你去到加拿大 有工做 基本上就叫做OK 那他们费求OK 照做就面批 就是最低工资的那些 因为呢 其实较早前来说 都很多消息都所提到 加拿大运工都不容易的 所以就算你说那批的话 不要想着就一定会请人 但是其实你懂得去找 人家都会找的 对不对 同意啊 你一个月一个个去抢 市场就是这么大的 其实 如是者 即是当地人找工都多了 所以就变成了 叫做好易炒人 甚至乎 他们的目标 即是无计之中 都要做的 华人超市 都会出现 成天炒人 You are fire 你做这些 找到这些低阶工种 竞争是 一向都是激烈的 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最大剂的就是 有些英文又真的 是有限公司的 而且是非常有限的 还要这样谋谋言去 其实市场就非常窄 最多就只能够在唐人街打转 你说走出一点 走过一点 去找西人公司 想都不用想 西后西面就给你看 再者 他们如果 经常都说的 华人的老板 就零射衰 零射黑薄 如果现在知道你用救生艇的形式过来 喂 是我 都玩謝你了 是不是 我明明你来收货 和我洗完厕所 他 什么 不信气 是不是很不信气 不信气 走 返香港 离开救生艇 上救生艇 是这样的 是人壁 你当什么 头等仓 是不是 像李小龙那样 这样拍他的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不信气 一定有的 这些是人性 一定会被人知道你要捱的永居回来的时候 一定会吞声引气 再说说 除了他们的问题之外 想着在当地消费 其实申请的信息卡也是麻烦 据说 你没有就意 没有职业 你怎样申请 很新 还有这些救生艇 你也懂得说 救生艇 你也在等人救 你等人救 还说自己这么富贵 你也会有这样 又那样 都说的 如果好彩的话 批给你那个信用额 其实都不会很多 小小的 再者 如果你做得这些min pay 你不要跟我说 你只有一辆车 就是单车就可能有 因此 又说起 加拿大那里 可能 单程 车程 最少都要3.35的加指 你算一算 这条数据 即是成20元港元 可能转转车 那样 就是你狠狠地 搭一程车 都成40多元港元 是啊 你面兑看得多 过香港 但是实际来说 这些生活费都要贵 是啊 这个肯定的 你的生活费更贵 不过这种情况 如果真的这么好 可以找到一份工 叫做稳稳定定的 慢慢就要自己习惯一下这种 测测地的生活 看看你怎样看 虽然我生活这些情况很辛苦 但是 离开了这些国安法 有什么通缉犯 没了那种压力 没了这些 例如什么时候 又看到什么 警员被控 然后又说脱罪 又看到这些 又很不顺气 然后又看到这个 又说离开香港 那个又说 去到英国 又跟大家 又再 唱歌 还是什么 好像大家都很离散 其实全部的事情都不关你事 有哪一个关你事 王耀明 何韵思 陈日军 吴凯怡 余若美 梁家杰 梁家杰 即是梁瓜那个 公民党 他们够留在香港 那你又不看这些 在香港那些傻子 有些人很想 你只顾着看那些东西 好像爆眼泪 有一边眼爆了 看着一边 一边是怎样不看的 就不看的了 你不看就留在那些 不是这样过 何韵思 有个说吵什么 没有吵什么 没有吵什么 没有说什么去了那边 去到英国或者去到加拿大 就好像一个新的天地一样 很自由 哇 很大地方 任你风山跑门 你又不是那些 你一样就是要为生活打平 最惨的就是可能分分钟 你那个收入跌了 那换言之 你的人生自由也少了 因为你少了选择 你钱少了 你少了选择 你自自然而言 就只能够 一天到下可能 你的家 为了省钱 哪里都不去 可能是这样的 回来看 反而 可能去到这些地方 你的人生自由更少了 是啊 所以他们觉得是有一种 苦过24美的感觉 但是 至少 身体好 就是喝完24美的身体好 就是没有了这些 刚才提到的国安法 那些 就没有了那种无形的压力 其实刚才也说了 这些压力都不知道 如你何干 是不是 自己看不过眼 那就是一件事 接着就是说到 出街吃饭的税很重 是重的 对 你要忍受一下 可能你吃炒饭 要花100多港元 要忍受这种痛苦 举个例子 即使呢 本来你看标价 那个餐 可能是16元加指 就是计算到95元港币 忽然间再加上13%消费税 还有糖食呢 就是良心小费10% 香港很多的了 因此下楼买单 就变成由95元港币 就变成了接近120元港币 足够多了一折 哇 哎 自由空气要钱 要给的 是吧 大家缩缸一点 就是宽松一点 洗钱的时候 自由空气始终也是 你洗得松手一点 别人就可以赚多一点 大家便快乐一点 要这样想才行 是的 为了自由也不要紧 接着就是租屋 其实较早前还没说放宽 都是麻烦的 通常是这样的 加拿大的屋子 要跟人比较多 多数都要 除非是很差的 你可以去北极圈里面 你找住在那里 试试 都可以 就是做一些雪人 或者冰里做着光时 八个大自宇拍照给大家看 正啊 插黑暴旗 甚至是黑旗 插黑暴旗 插进去 就占领了 好吗 一间屋好的话 通常都超过三个人看了 然后就要比较快 很正常 比较快不要紧 还要比较大 而且比较你的资历 如果你收入又低 人家便不选择你 谁知你会不会交交租 交不起 现在也是 Ben Oger出现了 本来都交了一年租 第二年逐租的时候 就叫他不行 你都要再交一年 你在英国做了很短时间 他说不行 哪有那么多钱 我说你没有钱 叫你交一年立即不行 交半年行不行 然后有些人在想 半年都交不起 算了 那个感觉不好 被人当你是随时走路 怕了你 没办法 真生活这些太经典了 住了三个月都不到 走了去 你租就租了一年 还很开心 我醒目了 早就租了房子 所以来到就不用住Airbnb 怎么知道 这么有准备 这么快就放气 但就走 厉害 好了 说回加拿大 原来就是 如何叫做斗大 即是基本盘出泊 好像赌华士坡 出泊就要给半年的租金 即是你要坐下落场才能赌华士坡 每人扔半年租金出来做入场券 接着就开始斗了 接着我带你九个月 即是我租九个月 给九个月租 接着我带你一年 咦死了 原来个个都跟 跟 哇 个个都跟 一年之后 就死了 我们都没有筹码了 原来就是浪费了 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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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浪费了 在行李箱里 拿了50至100加价 做额外费用 来抢盘 那些赌神的 瑞士银行本票3000万 卖的那些也扔下去 差些盘 怪不得 为什么那些人这么强谱 其实英国你没有钱也是这样的 一样的 两边都差不多 一定的 你看到最低工资去到这个数 生活水平一定是回到最低工资 对了 之后也有人说 电话费又鬼 上网费又鬼 还说买菜都要交税 当然了 什么都要给税 这个是要习惯一下的了 你既然要选择去这些地方 香港很多东西都不用税 税又低 你赚到的钱 大部分都是自己落袋 这么好的地方 你觉得不喜欢的 觉得很压抑的 那就去交多些税 应该 对不对 这是公民责任 不要不交税 对不对 加拿大是追到你受的 哇 厉害了 真的好像我们的主持一样 家产生那些 整天都要跟会计公司聊天 又要这样又要那样 但是不同在于什么呢 家产生是专业人士 对不对 有会计公司跟你处理 你自己计算了 对啊 要计算了 别人找过钱 不要计算了 就是 为什么呢 他那个收入呢 就是他知道自己将要给那个税 他扣了下去 他就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可以用 你不是啊 你出了那个粮之后 就再反问人家为什么要扣税 因为你给了你那个粮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已经是慢慢的了 他还要再扣税 那你就牙痛了 对不对 所以要做一个成功的移民 真的要努力 不要每次想着赚烟 这样真的不行 不要啊 是啊 现在再加上救生艇这个 知道你这样 哇肯定啊 很多东西你受啊 就去吧 要当是生活体验 如果觉得受不了的话 然后就回香港 好像真心哥那样 我们一会儿都可以再说一下 因为类似出现了这个情况 不过他们还有 怕了这个情况 不过我们还有一点 为什么这些乞业 不去谢主龙恩 多谢杜鲁多 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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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他们还有一个位 就是未成功争取 嗯 就是 这样 是什么呢 还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拿不到良民证 他们都想过加拿大的 可不可以放宽 不用良民证 人家说了 没可能 这个不能放宽 这个牵涉到国家安全 他说如果能够 加拿大有谁说 你能够证明到 你在香港所犯的罪名 加拿大不承认这个罪名 或者没有这个罪名的话 那你就可以了 就算你没有良民证 都可以了 没有办法证明到的 根本就是 大部分的刑事罪 香港有 加拿大也有 即是非法集结 然后括弧721 括弧831 括弧光时 括弧政治犯 括弧抗争者 括弧香港加油 没有这些 或者有些罪名 香港如果你自称三合会会员 就犯法 你在加拿大 自称三合会会员 就犯法 如果你是犯这条法例 而蹲过牢 你就可以试试 加拿大自称三合会会员 没事的 为什么不让我来 那你可不可以求 看看到时候怎么样 这里他们自己再 思考一下 为什么 这段日子来说 欧生艇加拿大版本 比较少人用 就是有当中的原因 你说二十四尾 能不能够叫做苦尽今来 也好看你自己 好吗 是的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